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连接机场 福田 以及前海湾 豪资近447亿元兴建的心中通道 从动工去到通车用了大约7年的时间 工程克服了不少挑战 一起回顾一下心中通道的历史 继港珠澳大桥通车 相隔近6年 有到一条世界级大桥 贯通珠江口两岸 心中通道的出现 其实也都跟港珠澳大桥有关 港珠澳大桥规划的时候 曾经出现双歪和单歪之争 单歪就是现在的格局 双歪就在大桥东面 落脚点加上深圳 当时香港担心 商歪兴建的成本高 货流也会被深圳截流 澳门就担心 没办法承受来自深圳的车流 最终大桥落实 用单歪方案 只是连接港珠澳三个地方 被排除在外的深圳 随即提出兴建心中通道 在2016年年尾开始动工 七年多以来 工程创下多项纪录 包括全球最高的桥面 达到91米 被形容是世界级超级工程 最难建的是 有8条行车线的 钢壳运营土沉管隧道 要将32个巨型沉管 在大概30米海底 连接成6.8公里的海底隧道 每一截沉管动起来 等于一栋55层高的大楼 重突8万吨 粤港澳大湾区 是国家重点战略部署 下一行重要基建 是规划着的深珠通道 位于心中通道和港珠澳大窑之间 可以同时被车和铁路行驶 来往深圳和珠海 最快十几分钟就到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熙报道 心中通道通车 下午3点正式开放营运 其实彭永熙今天早上 由香港到深圳 准备试行这条新跨湾通道 现在是在东仁公岛那边 现场准备成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位于心中通道 由深圳前往中山的这个入口 我们可以见到这里附近 就已经是有一些雪糕桶 就拦住了 以防一些外来的车辆 是可以入到来这个通道的范围 除了雪糕桶之外 也是有一些公安在这里维持别墜 刚才就是有一些私家车 大概四至五架左右 就在这里排头位 就希望可以等下 下午3点通车的时候 第一时间可以入到通道里面 不过附近就有一些公安 就阻止了他们 也都叫他们的车 驶离了这个范围里面 他们就说他们会在附近 兜过圈等下再回来 我们可以见到 其实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叫做入口范围 是可以前往过去中山的入口 沿着这个通道 再一直直走 就是这个东仁公岛范围 东仁公岛沿着东仁公岛直走 就是海底隧道 然后就会去到西仁公岛 然后就会去到这个深中大桥 整个深中隧道 全长就是24公里 就可以取代以往港砖澳大桥 甚至是虎门大桥 就可以令到深圳和香港居民 他们可以多一个通道前往中山 比起原本的方法就会快过几钟左右 低至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中山市 我们会继续来在现场 跟进着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回被新闻报 谢谢 我们转看下 港铁今天起家票价 平均加3.09% 港铁根据可加可减机制 上条票价 八成车程的车费 会上条最多4毫 九成乘客的车费增加 不多过5毫 8%的乘客要给多5毫至1元 1%的乘客就要最多给2元 城人百达通 观塘去尖沙咀要9.2 加了3毫 屯门去到宝林就要25.5 贵了8毫 而从柴湾去罗湖 新票价是54.4 加了1.4 另外 乘客购买7月份至9月份 5款全月通 和6月底至9月底期间买的都会票 都可以享有50元折扣优惠 张冠罗发生谋杀案 一个男人在日出康城的御所被杀 他的太太被捕 现场是日出康城九旗A MARINI一个单位 警方说昨晚11点几 一个33岁的女人 怀疑趁30岁的丈夫 在客厅梳化睡觉期间 用一把大约30厘米长的尼刀 割向丈夫的颈 男士主随即时大量失血 女人之后打电话给老爷 说杀死了丈夫 并且打算轻生 老爷随即报警 警方到场发现 男士主坐在梳化已经失去之觉 身边有大量血迹 又在睡房找到涉案的女人 他涉嫌谋杀被捕 报警不舒服 由警员压界送院事理 警方调查说 两个事主结婚五年 有一个大约一岁半的儿子 试困的时候在爷爷妈妈家 又说两个人一向关系融洽 相信案件不涉及经济问题 邻居亦都没有听闻两夫妇有争执 仍然未能够确定行空动机 动机仍然要深入调查 而疑空的精神状态 其实是我们重点调查的方向之一 因为疑空在生了他的儿子之后 曾经出现有几严重的抑郁问题 而他定时也是向有私家医生求医 所以他的案发时的精神状态 是我们未来调查的重点的方向之一 继续新闻时间 心中通道的建设者 以及他们的家属 获安排率先试行新通道 陈卓康是现场的情况是如何 我现在就在同一班 心中通道的建设者一起 就在这辆建设者专列上面 我们现在的车刚刚开出 稍后就会驶上这个心中通道 我身边的这位许先生 他就是其中一个寻管隧道的建设者 许先生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你好 很开心 很兴奋 很自豪 因为我有份参加一个心中通道建设的 那是不是第一次踏上这条心中通道 是的 我在建设那时候在施工过程中有行过 但是没有现在正式通车的行为这么好看 那么比较气势 比较行为 施工的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难忘的经历 我最难忘的就是我们负责那个海底隧道 那个沉管隧道那部分是最广的 宽度最广那里达到56米 标准的宽度是46米 我们那里的喇叭口是变宽电的 最广那里是56米 谢谢许先生 我们大约还有15分钟 就会到达深中大桥的桥面上面 之后我们会在那里稍作停留和拍照 之后就会在东仁公岛调头回来中山 转头再在桥上面带大家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先将时间加分给新闻报 感谢我们转体下 香港海关直接获选 出任新一届世界海关组织 亚太区副主席 海关关长何佩山 星期四至星期六 出团去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出席世界海关组织 第143届至144届海关合作理事会会议 香港撤退澳洲 在2024至2026年度 出任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 是自2000年来香港再度担任 何佩山说香港海关可以从领导层面 推进同亚太区的伙伴关系 有利推进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国家以及香港和东盟的协作 具有战略意义 期望维护多边主义 推动国际合作 提高区域执法成效 港区国安法实施4年 政府说随着基本法23条立法后 在安全稳定环境下可以促进良政善治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 国安法律制度和执行经济得以完善 会继续深化维护国安 同时自力聘经济 谋发展为民生 切实增强广大市民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发言人提到 过去一段长时间 特区国安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被境外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有机可乘 从反国教 占宗 旺角暴动 到2019年港版颜色革命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港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发挥双发双制度的制度优势 为特区捉路维护安全稳定的防线 促进梁正善治 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财政市市长陈茂波说 过去几年 本港经济处于稳守局面 在国家全力支持下 现在是进攻的时候 面对这些外围的挑战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进攻的时候 一方面当然继续稳守 比如金融安全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都要发展 以发展速安全 短期里面 你见很多盛事活动 请很多人来 以盛事活动 搅黄人气财气 尤其是经历疫情之后 人们少了来 对这边有点误解 在欧美 请他你自己来看 我最近去欧洲去美国 见到那里有部分商界 最近这几个月来过的 其实对香港就很正面积极 这个就更好 不过我们自己讲 他变成了帮我们讲 为加快房屋供应 现在不少的供应项目都会用到组装合成建筑法 预制组件的主要材料 旅材自意于起价格急升 对建筑组件供应商带来什么影响 这间本地公司 专门制造用在组装合成建筑的预制组件 每年平均消耗大约1万吨 负责人说疫情后经济复苏 令到本地市场对旅财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而他的公司为例 旅财供应量比起疫情期间增长了大约百分之五十 疫情结束之后 其实很多的基建项目 也都要重复一下 香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房屋的问题 我们的很多的过渡性房屋 甚至乎现在的简约公屋 也都要大量的生产去供应 第二面就是我们的 例如很多的大型的基建 葡萄都会区 有些很多的已有的设施 也都需要去翻身去扩展 例如医院 我们会用到很多的旅财 根据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数字 包括旅在内等多只工业用金属 都在今年录得强劲升幅 4月美国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 铜、铜、铁、铁 又限制包括伦敦金属交易所等 接受这些金属的交易 一连串制裁导致金属市场变得动荡 5月份的旅假 更加一度触及每吨2,767美元的一年高位 罗伯基说他们会用回收旅财 并在项目开始之前锁定旅价 所以近期旅价的声势 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轻微 因为我们是整个产业链自然整合 也很容易锁定不到我们自己的目标价格 而我们在投标之前可能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我们会预测 领价的趋势 而作为一个合理的预算 我们整个工业园里面 其实就是自给自助一个弊环式的管理 所有产生出来的废料都可以重用的 占的比例大概从头原材料到最后尾 大概有百分之十度 无线电视记者曾晓婷报导 大家好,我是黄永记 港铁今天开始加票价 平均加百分之三点零九 大部分乘客每程车费贵五毫或借以下 乘客和港铁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扣多了钱呢 港铁根据可加可减机制上条票价 在更新方程式之后连续第二年加价 八成车程车费会加最多四毫 有九成乘客车费增加不多过五毫 百分之八的乘客要多给五毫到一元 剩下百分之一的乘客就要给多最多两元 城人八达通观塘去尖沙嘴 他要9.2加了3毫 屯門去寶林要25.5 貴了8毫 由柴灣去羅湖 新票價是54.4加了1.4 零用錢的開支會多了 少了錢吃飯的話 都是要照上班 都是要用不到 習慣了一定要乘地鐵 那會不會有些不滿 都是有少許的 不過沒辦法 現在什麼都貴的 對於我來說可以接受 港鐵7月重推搭10送1優惠 為期四個星期 搭滿10程車程 可以獲得一程免費本地單程車票 最多可以獲4程 使用期限到明年1月2日 不過乘客需要用已經連結 港鐵應用程式帳戶的 乘人八達通搭重鐵網絡 才可以享有相關的優惠 機場快線、東鐵跨境線 和頭等車廂等等除外 而7月份到9月份五款全月通 6月底到9月底期間 買的刀匯票都可以享有 50元折扣優惠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導 政府要求醫管局就近期連番醫療事故展開全面檢討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貌說會視乎情況再考慮是否檢討醫管局的管制等等 公立醫院今年頭半年至少發生六宗醫療事故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貌在本台節目講清講出話 按規度計中數未有明顯分別 不過考慮到市民都關注 再加上一個原因 所以要求醫管局作全面檢討 不認為是罕有和嚴厲 上任沒多久了 我都已經有想到是想做這件事 在疫情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當時我們的醫療系統受到很大的衝擊 過去兩年其實新一屆的特區政府在醫療方面都有很多新的事做出來 所以我們檢討醫管局的管制整個系統暫時是未去到那裡的 不過既然有這樣的關注的話 我們也都先由醫管局自己去檢討了先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 其實一個這麼大的機構應該都定期要有個身體檢查的了 現階段的檢討集中在醫療程序 風險管理等等 盧寵茂承認人手不足是原因之一 但不排除流程等等有結構性的問題 被問到醫療事故過後 經常沒有人問責他這樣回應 除非員工是故意去做出一些行為 我不是很同意 一出現一些不良的後果出現 就一定是說要停職 甚至炒魷魚這些處分 會不會這樣令大家會做到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呢 政府也正檢討公立醫院整體收費水平和機制 盧寵茂重申調整是有加有減 確保資源用得其所 武士電視記者陳家印報道 以務衛生局局長勞重貿猶迫 向大灣區醫療機構買服務已經就備到最後階段 即將有部分項目推出 強調原則是市民資源 公立醫院人手不足 病人又多 輪候時間一再延長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 將會向大灣區醫療機構 策略性採救他們的醫療服務 涵蓋電腦掃描 磁力共振等等 以縮短輪候的時間 醫務衛生局局長勞寵茂說 已經籌備到最後的階段 會以港大深圳醫院作為試點 強調會小心進行 一跨境就牽涉到質量安全 亦都牽涉到整個流程 例如電腦系統是不接的 例如他們出的報告 不是常規地可以過到來的 和深圳方面 特別是港大深圳醫院去研究 我們會從一些低風險的項目去推動 肯定這個距離是一個因素 亦都我們會考慮 市民自己 病人 他願意接受的程度 是致願的 至於長者醫療圈在大灣區的應用 原定第三季增加多7間醫療機構 其中一間 廣州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率先6月修正 那為什麼兩間屬於私營的 深圳牙科機構不能夠提早呢 收費是我們其中一樣要討論的地方 要定好的收費 我們當然是希望爭取一個最理想的收費 所以在這裡需要多少少的時間 這個市場計劃推行一年左右 我們就會做一個檢討的 我們再考慮擴闊 目標當然是大灣區九個城市全覆蓋 萬聖病共同治理先途計劃 即是合資格的市民付出一個有限的金額 就可以獲得私家醫生就糖尿病高血壓 每年跟進一定的次數 六重謀說現在萬聖病的定義越來越廣 因為除了高血脂 癌症都算是 會適時再擴展計劃 無線電視記者陳佳欣報導 香港海關正式獲選 出任新一屆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區副主席 海關關長何貝山 禮拜四至禮拜六 率團去到比利時布魯塞爾 出席世界海關組織 第143至144屆海關合作 理事會會議 香港接替澳洲 在2024至2026年度 出任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區副主席 是自2000年以來香港再度擔任 何貝山說香港海關可以由領導層面 推進與亞太區的夥伴關係 有利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加強國家與香港和東盟的協助 具有戰略意義 期望維護多邊主義 推動國際合作 提高區域執法成效 回到新聞時間 一個男人在將軍澳家睡覺時 懷疑被太太用刀割頸最終死亡 她太太涉嫌謀殺被捕 警方說女兒反生了兒子後 曾經患有嚴重一彎 她的精神狀態是重點調查方向之人 案發在日出康城九旗A Mawani一個單位 警方說星期六晚11點多 一個33歲的女人懷疑趁30歲的丈夫 在客廳梳化睡覺期間 用一把大約30厘米的長尼刀割向丈夫的頸 女人之後致電老爺說殺死了丈夫 並且打算輕生 老爺隨即報警 警方到場發現男事主坐在梳化 已經失去知覺 身邊有大量血跡 宋苑搶救證實死亡 又在單位睡房找到涉案的女人 她涉嫌謀殺被捕 報稱不惜 由警員押解宋苑治理 警方說女兒犯任職文員 丈夫是資訊科技工程師 兩人結婚五年 又有一個大約一歲半的兒子 案發的時候在爺爺媽媽家裡 警方又說兩夫婦一向關係融洽 沒有家庭糾紛記錄 鄰居也沒有聽聞他們有爭執 動機仍然要深入調查 而疑胸的精神狀態 其實是我們的重點調查的方向之一 因為疑胸在生了他的兒子之後 曾經出現有幾嚴重的抑鬱問題 而他定時也是向有私家醫生求醫 警方又說相信事件不涉及經濟問題 無線電視記者張麵恩報導 港區國安法實施四年 政府說隨著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 在雙法雙機制底下 為特區捉路維護安全穩定的防線 促進冷靜線戰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年6月30號 通過港區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 當日晚上11點在香港實施 4年以來 一共大約300人涉嫌從事 危害國安行為和活動被捕 13人涉及國安案件潛逃遭圓洪通緝 港區國安法實施四周年 特區政府發稿說隨著基本法23條 完成立法 維護國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得以完善 會繼續深化維護國安 同時致力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 政府感謝中央2020年果斷制定 港區國安法 填補特區國安短板漏洞 立竿見影由亂變治 政府發言人形容港區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發揮雙法雙機制的制度優勢 為特區捉勞維護安全穩定的防線 促進梁正善治 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發言人強調相關法律特別重視人權 奉公守法的人不會誤躲法網 執法部門一直根據證據 嚴格依法執法 律政司依法獨立作出檢控決定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政府重申地緣政治局勢日益複雜 聯同社會各界定當全面落實雙法雙機制 繼續增強憂患意識 堅持底線思維 做到居安私危未與囚謀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 連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 機密通車 外地傳媒報道 開通活動早上在西人公道舉行 10點50分正式開通 兩時流動直播車在宣布開通之後 率先跨過中山大橋 之後經過連接廣州的南沙萬勤沙之路 當局未有開放 被香港傳媒採訪開通而勝 全場大約24公里的深中通道 來回共有8條行車線 下午3點通車時運行 由中山出發 經中山大橋、深中大橋 經過人公道進入隧道 大約半個小時就去到深圳前海 連接機場、福田和前海灣 豪資近447億興建的深中通道 由動公道通車 用了大約7年的時間 工程克服不少挑戰 一起回顧一下深中通道的歷史 繼港珠澳大橋通車 相隔近6年 有到一條世界級大橋貫通珠江口兩岸 深中通道的出現 其實也與港珠澳大橋有關 港珠澳大橋規劃時 曾經出現雙歪和丹歪之爭 丹歪就是現在的格局 雙歪就在大橋東面落腳點加上深圳 當時香港擔心 雙歪興建的成本高 貨流亦會被深圳截流 澳門擔心無法承受來自深圳的車流 最終大橋落實 用單歪方案 只是連接港珠澳三個地方 被排除在外的深圳 隨即提出興建深中通道 在2016年年尾開始動工 七年多以來 工程創下多項紀錄 包括全球最高的橋面 達到91米 被形容是世界級超級工程 最難建的是有8條行車線的 鋼壁運營土沉館隧道 要將32個巨型沉館 在大概30米海底 連接成6.8公里的海底隧道 每一節沉館動起來 等於一棟55層高的大樓 重達8萬噸 粵港澳大灣區 是國家重點戰略部署 下一行重要基建 是規劃中的深珠通道 位於深中通道和港珠澳大橋之間 可以同時被車和鐵路行駛 來往深圳和珠海 最快十幾分鐘就到 無聲電視機就在中策戲報道 標題 標題 規劃中的